116. 星島日報 新疆專家 造謠感風齋別有用心 2015年7月14日中國A222新疆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所長 郭泰山昨天接受眾生社採訪 駁斥新疆禁止穆斯林信眾風齋的謠言 並稱近期一些外國政府和勢力 以土耳其遊行示威、襲擊中國人以及泰國偷渡者遣返等事件 炒作新疆問題 唯恐天下不亂 炒作新疆唯恐不亂土耳其的一些反華分子 不應拿其國內的政治鬥爭損害中土關係 新疆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馬俠穆提·阿布都外力表示 反華不是土耳其政府或土耳其主流社會的基本態度 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土耳其歷界政府基本上都重視對華關係 境外媒體聲稱的新疆禁止穆斯林在災月期間 風齋並履行宗教移植等說法 與事實完全不符 與此相反 災月期間 新疆宗教和諧有序 新疆社會科學院植學研究所所長莫拉提·克尼亞提說 齋界生活既有它的原則性 也有它的靈活性 並非所有的穆斯林信眾都要風齋 風齋應在其身體狀況允許的情況下進行 新疆信教民眾的不同齋界生活表現 完全屬於個人行為 鑫根本身的討論 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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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